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入展首届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 全国千人千作书法大展 他的书法作品收入到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城中 艺术专列集收入到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词书 不过最初引导丁波进入艺术殿堂的却是一支竹笛 前些年吹的那个时候春到香江 那首曲子也不错 属于湖南花鼓戏的味道 用丁波的话说 他和笛子有缘分 别的乐器不喜欢 最爱笛子 自学成才的丁波年轻时就已经小有名气 经常参加当时迎穿了各种晚会表演 丁波的笛子声伴随着他走过了学生时光 走过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 我就想当笛子眼中间 那一个那个傻比大的音乐家说 什么叫音乐呀 音乐就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音乐出现 那你就好好琢磨 热爱音乐的丁波 本来应该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但是1987年 丁波却走向了另一个转角 这是位于宁夏银川市中心的宁园 是宁夏第一座以清代仿古建筑群为主体的小型园林 宁园的东侧有一条曲折的碑狼 名为汉墨 1987年在修建宁园的时候 征集了许多当时全国知名书法家的作品 并刻意悲伤 你看这幅作品就是我当时那时候创作的一幅作品 我记得当时我非常激动 因为那正才二十七八岁到二十七八岁 不到三十岁 而且学书法的时间也不是太长 因此非常地激动 那次的活动 更加坚定了我学书书法的信心 1987年宁夏群艺馆成立了西夏书画社 从小就喜欢看漂亮字的丁波 决定去那里学书书法 学了不久 他的作品就入选了全国第三届书法传客展 同年 自己的作品和全国众多名家的作品一同 立在了宁园的碑狼中 这让丁波很有成就感 书法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对他来说有了新的生命意义 从此开始 应该成为我的事业 成为我的终生的事业 临贴是一个一辈子的事业 天天就跟吃饭一样 吃就饿死 丁波常说 临贴是学书书法唯一的途径 对他来说这并不枯燥 一是学习古人的技法 在技法中体会书法的精髓 二是学习古人字里行间的人生认知和精神气质 牢牢的技术 用笔千古不易 你欣赏那个书法就是线条艺术 你欣赏他的点画怎么来 笔法决定你的点画的质量和你的趣味 敬畏 敬畏书法 敬畏书法 敬畏书 这是丁波常说的一句话 在灵贴的过程中 神交于古代先贤 领悟其中横跨时空的信息 不断的学习过程中 丁波越发觉的书法艺术 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中国的书法艺术它有博大精神 一根线条 反映沙沙水水 反映征山 越往生走 越往前走 感觉我们这个民族的书法艺术 越美大 越博大精神 越应该好好地学习 深入地去学习 来不得半量的虚拟 书法是一门 可以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艺术 对丁波来说 音乐 读书 练字 就是它如今休闲生活的全部 音乐和书法 有着太多的共同之处 两种艺术所表达的核心内容 也是丁波对自己作品的最高要求 你应该表达的是一种人文精神 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 征善 所谓自如其人 言为信神 书为信法 你心里想的啥 你这个作品里面反映的气息就是啥 所以说 把人做好了 再去好好地学书法 不要有太多的欲望 我觉得 为什么要有变化 就是说的 这程度有变化 我也是 出现了 下 上下就下 如果还厉害 不是我厉害了 就是搞这个专业 古迹应该有文化本 让大家既休闲娱乐了 还从中感受到一些文化 挺好的 而且书法爱好家在这儿 还可以交流你 一到今日的时候 很多人来看 2011年 为了丰富银川的文化氛围 银下书法家受邀完成了 银川文昌阁的碑郎 匾格 银联作品的创作 丁波作为宁夏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了两块石碑 以及匾额和银帘 为自己热爱的这块土地 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丁波说 是他的义务与责任 敬畏艺术 敬畏就要用全身心去敬畏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他说 五十多岁知天命的年龄了 抓紧学习 抓紧积累 会走得越来越远 所谓后积勃发 大概就是丁波敬畏艺术 为之所付出的吧